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外面至少有四五十个鬼 李雷一打钞票递过去 求大师无论如何帮我一把 大师收购前点了点头 你且暂时躲避 让我刑法驱散他们 几分钟后李雷出来 看到窗外果然一个鬼魂都没有了 大师刑法完毕告辞而去 第二天韩眉眉打了电话 怎么样李雷 没事吧 没事 大师都把鬼赶跑了 哼 我给你介绍的大师厉害吧 诶 他是怎么驱鬼的 你看到没有啊 他刑法的时候让我躲避 不过我透过门缝悄悄地看到了 哼 你小的还想偷学啊 那他到底是怎么驱鬼的 他把我的WiFi关了 好了 这就是我为您讲述的 分时的故事